你们好朋友们 我是饶志诚 饶神父 今天在第十五周的 星期三的读经里头 耶稣在祈祷 祂祈祷的时候呢 祂在感谢 感谢上天 感谢天父 那么他说父啊 天地的住宅 我称谢你 为什么感谢呢 他说因为你将这些事 所说这些事就是 天主的福音嘛 这个许性 满足了智慧和明达的人 而启示了给小孩子 什么叫做智慧明达 就是自以为是的人 自高自大的人 而启示了给小孩子 也就是说小孩子 我们知道小孩子的特性是什么 很纯洁 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呢 他不会依靠自己 他依靠爸爸 当爸爸在来说 你看我就跑到爸爸那里去 跑到妈妈那里去 他不会依靠自己 而所说的智慧明达的人呢 就太依靠自己了 自高自大了 那我们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会常常的变成小孩子 我们知道耶稣在他生平的时候 他很喜欢小孩子 有一次当他跟门徒们一起出去 在路上的时候看到许多的小朋友 小朋友当然就来啊 他们也也说很喜欢他们 可是这个门徒们就把他们 走开走开 不要吵不要吵 也就是说不要让他们来 天国就属于这样的人 换句话就是说 天国是属于小孩子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有小孩子的心态 我们要有小孩子的精神 小孩子的样子 我们才能够进天国 那么小孩子的样子呢 小孩子就刚才说的 是淳朴的 是善良的 更重要的是 他对天主有绝对的信心 信号天主 还有小孩子有一个很重要的 很好的一个特性 那就是他常常什么都不会说 我什么都知道 他一定会找人 那么空是一个小孩子的特色 前面所说的明达智慧 就是自我为 自以为是的人 是蛮的人 一个是蛮 一个是空 所以所说的谦虚 所说的淳朴 就是谦虚 谦虚的人呢 是一个空 当我们要倒一杯水 喜欢喝茶 喝酒 我们要拿一个杯子来装 这杯子一定要是空的 你才能够装到好酒好茶 如果是蛮的话呢 你什么好茶 什么好酒 都装不进去了 因为你蛮了嘛 所以耶稣因为我们了解的就是 所以他祈祷 他祷告的时候 他就说 我感谢你 那么真正的接受天主福音的人 是空的人 是谦虚的人 所以这些人是有福气的 就像小孩子一样 所以在生活当中 朋友们让我们学习去做小孩子 让我们学习做有这种善良的心 让我们学习做会有感受到 我是一个空的人 我是什么都没有的人 就因为我没有 所以我才需要 那天主也就会来 也就会给我们 让我们去继续在生活当中 努力的去学习 小孩子的心态 变成小孩子 那么天主的福音 天主的爱 也就到我们心中来 祝你平安 祝你幸福 谢谢大家